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难度 他的心里有难度 使你的心欢畅 行以心所愿的 看你一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上帝必审问你 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 从肉体克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识 都是虚空的 你趁着连幼 摘拜的日子上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连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等到日头光影 月亮星宿变为黑暗 雨后银财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展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扫就止息 从窗户往外看 都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 路上有金方 兴术开发 炸猛成为重担 人手怨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伤的在街上往来 银链折断 金冠破裂 瓶子在全盘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尘土人归于地 灵人归于士灵的神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十三节十二章 这些事对听见的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本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上帝都必散问 活出生命的色彩 活出生命的色彩 就需要留意你 不要走人生的死路 我们上次所提的 要活出生命的色彩 就听老年人的劝告 这老年人告诉年轻人说 年轻人我走过许许多多的死路 不要再走他 不要再走他 你要活出生命的色彩 就要留意呢 事件是第一 看所当看的 不要看我索隆盟王一生 所追求的金钱 价格 地位 power权位 第三个 知识 光这些不够的 那是日光之下 短暂会过去的 日光之下 就像自然界 自然主义一样 通通会过去的 它是一个封闭系统 在第一章第三节开始 人一切的劳务 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务 有什么益处呢 就开始进入封闭系统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屯 日头月亮星输 都在当中呢 寻回一个封闭的系统 没有日光之上 在日光之下 你所追求的民生 地位 金钱 知识 通通是短暂的 因此开始学习仰望 看所当看的 日光之上 要学习放弃短暂 抓住永恒 看永恒的价值 超过价格 看权威 超过权威 看 智慧 超过知识 你不要被日光之下绑住了 你绑住啊 来听听呢 东南亚猎人 抓猴子的秘诀 如何去抓 山里面的猴子呢 也有 他们就用个笼子 笼子里面挖一个洞 然后里面放一些核桃 香蕉 特别放核桃的时候呢 那个猴子来的时候呢 他那个洞正好够他的手伸进去 抓了核桃以后呢 拔不出来的 猎人就知道他抓了核桃以后呢 就来抓他了 一抓他 猴子明明看到猎人来了呢 他就是不愿意放手 那个核桃 那个笼子的那个洞 塞住他因此怎么样拔都拔不出来 猎人来一抓 那个手核桃正好是他的捆绑 因此你要学习日光之上的眼光 来看清日光之下 你那个可不可以放手 你要放弃短暂 抓住永恒 你如果不抓住永恒 你就会被短暂绑走了 会被价格绑走了 以为金钱是一切 以为世界上的地位是一切 以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知识是一切 所罗蒙说这些都是短暂 都是日光之下 说穿了还会通通死亡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的 上帝不是反对你少年人 可以有享乐 可以欢唱 但是呢 这不是你人生最根本的 因为那些是短暂的 你要学习呢 把你的焦点从日光之下 来抬头看日光之上 你要单单不能单单只看形而下 你还看形而上 闪穴 神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你要学习看所当看 把你的焦点呢 从短暂的改变 进入永恒 上次所说洛科菲勒 他就是学习从价格 转变成价值 因此他就捐出钱来 因此他在墓碑里面说 我在世上为自己所投资的 都是短暂的 为神国所投资的 却是存到永远 他因为信耶稣 看价值超过价格 看权威超过权威 看知识 不超过智慧 因此第一个 你要被神所用啊 你要看 免得像那个画家一样 那画家画了英画 壁画 英家搭着在看的时候呢 为了看清楚整个壁画的清楚 一步一步一步往后退 差一点就摔下去 还好他的仆人 抢他手中的画笔 硬是把他救出来 硬是把他的画涂掉 上帝有时候可能会用一些灾难 或是用一些你人生 不能预测的意外 硬是把你人生的脚步弄乱 目的或是帮助你呢 放弃短暂 放弃短暂 人生所追求的是短暂 金银财宝民生地位 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这些以外 你还有永恒的神 你也没有敬畏耶和华 也没有认识他 造你的主 他爱你 他救你 因此你要把你的焦点 从日光之下 转变到日光之上 不要太多单单看封闭系统 自然界 包括科学 知识 领域 文学 艺术 这些以外 如果没有神 人生会显得很虚空 所以说你趁着连幼 塞拜 还没有临到塞魏南道的时候 要纪念造你的主 你要看日光之上的神 那创造日光下面 所有万有的神 才是你人生最后的归宿 所以第一个学习呢 看错 单看的 放弃那个猴子 所抓的河桃 世界上的贪爱 进入永生 带着永恒的观念 抓住永恒 放弃短暂 才可以活出生命的色彩 那台湾呢 华人的世界呢 我们如果太窝里 太世界观念的话呢 我们整个社会混乱败坏 实际上抓权 而不是带着如何永恒的眼光 来帮助台湾的社会 经济 政治 我们需要的就是日光之上的闪的光照 才可以活出 真正整个社会的生命色彩 这是第一点 活出生命的色彩 要看所当看 要抬头仰望天上的神 第二 你要留意呢 留得青山寨 不怕 没才超 你要留得青山寨 因为年纪轻啊 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之后呢 你人生就开始走下坡了 少年人你可以享乐 但是不要忘了你会有老化 每一个人都会老化 因此你要有一个老化的观念 来看人生 或是来看年轻 你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觉得速度时间过得真快 但你二十岁的之前 你不会觉得人生很重要 你还觉得时间很长 也难怪呢 我们的生命都是给年轻人 年轻时代糟蹋掉的 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在年轻的时候 当你知道时间很快的时候呢 那已经开始老化了 传道书就在讲老化 第二节说 不要等到光 日头光明月亮星数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就我们中国人诗人所说的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数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其实传道书十二章就在讲老化 从第三节开始就在讲 留意要留得青春在 青山在 不怕煤材烧 第三节说 看守房屋的发沾 身体就像个房屋的话呢 两只所在看护你的身体 如何刷牙 如何梳头发 如何绑鞋带 再发抖 再发抖 Parkinson Elstheimer 这些病会让你全身发抖 我的外祖父呢 就是这种Parkinson之下死了 我还记得他年纪大的时候 过世之前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我完全听不懂 太发抖 看守房屋的发沾 全身抖 有力的屈身 腰弯下来了 腰弯下来的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牙齿在推磨 掉光 越来越少就止息 第四节说 从窗 第三节 从窗户往外看了都昏暗 白内障老花眼 从窗户往外看了都昏暗 你人生就慢慢越走越暗淡 你要记得留得青山在火 越老越暗淡 接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接门关闭 你开始耳朵听不到 接到障的声音 推磨的声音 你也听不到 是耳朵塞住的 耳鸣耳聋 有一个老信徒 忽然过世 跟天上的传抱怨说 你为什么没有警告我 上帝说 我已经警告你三封信 我写你三封信 哪三封信 第一个 腰酸背痛 第二 眼睛朦胧 第三个 牙齿脱落 那不是我已经警告你 时间不多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材烧 但很多人不明白 接门关闭 推磨 响声微小 雀鸟一叫 你慢慢不知道 你已经在时间不多了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在说明 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睡不着 睡不长 睡不久 开始 睡的时间 越来越少 那是人 雀鸟一叫 睡不好 睡不久 还有 人怕高处 路上有警方 巨高张 所以老先生过马路的时候 扶他 因此他会很感激 因为人老的时候 怕跌倒 怕巨高张 所以人怕高处 路上有警方 还有唱歌的女子 也都摔尾 那个声音发抖 你的喉咙就摔尾 发抖 我还记得 我在三一城学院的 那个就业的老师 Dr. Kaiser 他介绍他自己 他说我是交就约的 他说 I'm all testament 我在交就约 all testament 让我想到这边 唱歌的女子 也都摔尾 喉咙发抖 你看老先生 老太太唱了诗 发抖 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天 也会像他们一样 人怕高出路上的警方 迅速开花 白色的 一点点 头发越来越少 越来越白 乍猛成为重担 你全身就像乍猛一样 弯着腰 老的时候 人所怨的 也都废掉 你的design 你的欲望 吃一口饭 难怪也呢 心理学家说 老年人是三等人啊 等吃 等睡 等死 应当说 是等人 最后等于零 人所愿呢 也都废掉 你没有任何design 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 一个 很大的一个基督教机构 讲道 退休会 讲道 回来坐公车606 一上了车 准备回华山 我就想总是有位置吧 这么早 大概十点钟左右 大家都已经上班了 应当有位置 没有想到 一上了车 那人都多 然后呢 我就想 沿路总有人下车吧 奇怪 总没有人下车 我想如果有一个位置 也好 可以休息一下 没有想到 没有人下车 慢慢看坐的人是谁 都是老先生 我恍然大乎 没有人下车 我慢慢才明白 他们就是坐在那头 坐在那地方 早上起来 吃完早上以后呢 坐坐体操以后呢 就坐过免费公车 一上了车以后呢 就开始欣赏市井 到最后一站 再换一个车 反方向 再坐车回来 一天出来 透口气 这就是他的人生 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慢慢提醒我们呢 你一定要记住 留着青山寨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伤了在街上往来 你开始要参加追思礼拜 你开始参加葬礼 说穿的 每一个葬礼 是你我人生葬礼的预言 soon or later we'll get it 迟早我们会到那里去 你倒不掉的 人要归他永远的家 吊伤了在他街上往来 街上来来往往 一个真实故事 讲到两个中年人 在街道上走 台北的公寓街道上走 那在走的时候呢 很细节 刚好呢 吊伤了棺材走过来 商家哀家走过来 那其中这两个人 有一个人是不愿意看到死亡 他不愿意看到棺材 不愿意面对棺材 他马上转身就走 他的朋友说 你为什么转身就走呢 他说我不喜欢面对棺材 他朋友在后面呢 若有所思的回答他说 你不愿意面对棺材 不过你到头一走啊 棺材跟着你 棺材跟着你 人身棺材跟着你 到你老下来的时候 那一天 棺材把你放进去 或者人把你放在棺材里面 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伤了在街上往来 死后 人 第六节 迎练折断 金冠破裂 迎练折断 前身像迎练的脊椎骨 老化的时候 骨子失踪以后呢 一躺下来 或是不小心摔跤 折断 甚至头颅金冠破裂 甚至瓶子在全旁损坏 心脏 心脏 那个pumping 在全旁损坏 水轮 血管 整个血液系统 在井口破烂 他 传神的描达 描绘了人死的时候的光景 也很快 这种人 越老越老 因此也难怪第九节 十一章第九节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的时候 他们快乐 年老的时候 没有乐子可说了 在幼年的时候呢 使你的心欢唱 因为行你所心所愿 因为领老的时候 是变成三等人 等吃 等睡 等死 等灵 等于灵 你年轻轻的时候 看你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些事 上帝必审问你 你要带着永恒眼光 才知道呢 你人生是短暂的 所以二十岁 三十岁 不要同性恋 不要婚前性行为 不要影响到你将你的婚姻 影响到你自己的儿女 不要呢 堕落败坏犯罪 不要为了钱 抢人家的钱 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处呢 杀人家 不要为了自己政治的好处呢 把别人挤下去 用诽谤的方式 你要带着永恒眼光 人生是短暂的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特别三四十岁的 中壮连人 特别提醒您 留意 你要知道啊 一般来说 三十岁以前 三十岁以前的人啊 人家是看你的学历啊 三十岁以后呢 人家是看你的经历 六十岁以后呢 人家单单看你的病历 从三十岁看学历 到后来看经历 到后来看病历 提醒你什么呢 青年人的时候啊 你用健康买金钱啊 最后老年人的时候是会颠倒 你会用金钱在买健康 划不来 青年人的时候呢 你是用健康在买金钱 拼硬 把身体耗损 领导的时候呢 你用金钱买健康 划不来 留得青山寨啊 不怕煤柴烧 因为人生是一条死亡的列车 那这个 是李斯特的交响师 里面所说的 李斯特的交响师里面说的 生命呢 人生呢 只不过是迈向死亡的 一连串的前作曲 这是他的交响师前作曲里面 序所写的这句话 因此刘易呢 留得青山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每一个葬礼 都是自己葬礼的预言 不要抓住呢 那个猴子里面所抓的那个核桃 不要世界上金银财宝 抓了变成你人生除了上 这个以外不重要 台湾呢就是有钱 甚至用这个钱来买男生的整个人间的宗标 根本不明白耶稣已经爱我们 上帝创造万有的神已经爱我们 就会被金钱 被价格 被物质 被学位所捆绑着 浪费你的人生 包括基督徒也一样 如果你追求这个不追求日光之上的神 最后结果会像手楼梦一样的感叹 这个老先生临走之前 劝明我们 趁着连幼 衰败的日子上会来到 留得青山寨 不怕 没财烧 因此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呢 不要用健康通通买的金钱的观念 而忘了你金钱以外 还有价值 忘了地位 权位以外 还有权威 因此留得青山寨 第三个 对准焦点 对准日光之上的神 第一节 你趁着连幼 尚未的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得的那些连日 未曾临近之间 当纪念造你的主 你把焦点放在日光之上的神 这个神 他为了救我们 日光之上的神 进入人间 死里埋葬复活 道成肉身 他呢 知道我们人在这些捆绑当中 在罪恶捆绑当中 在金钱物质 捆绑当中 他自己亲自进入人间 道成肉身 死里埋葬复活 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道路 任何人如果把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血引进来 神的儿子耶稣就洗净你的生命 改变你会放弃短暂 抓住永恒 因此你一定要学习对准焦点 不要单单看笼子里面 世界上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to one basket 单单放在这个笼子里面 你最后的结果呢 就像老人人一样 凡事都是虚空 特别记住啊 尘土人归于地啊 人死了以后不是如灯灭 就像佛教所说的 灵人归于四灵的神 上帝会有审判 有一个神 创造万有 他最后是我们的归宿 会审判我们 你一定要把焦点 对准永生神 放弃无神论的观念 放弃人间宗教 以为可以积功德 可以得救的观念 最后你要面对神 老化最后结果 没有任何 包括李淑统 临死之前的时候呢 他大师 红一大师 人家问他说 你有没有盼望 他说我没有盼望 手下人就信耶稣 那个不是人 不是用积功德 用修行的方式 因为要因信 称义是神的儿子 日光之上的神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 死里埋葬复活 帮我们带来一个 永生的道路 你要学习 对准焦点 日光之上的神 已经进到人间 已经死里埋葬复活 预备在我们进入永生 只是你钉痕的手的爱 感动到你的时候 你就变成上帝的儿女 对准焦点 最后 除了你要看守当看 放弃短暂 以外 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对准焦点以外 把握现在 不要等了 趁着连诱 尚未摔败的日子 就现在 不要等 时间 明天不会永远是你的 趁着现在 尚未来到的时候 就趁现在 现在才是宝贵的 不要等到明天 等到我老的时候 再来信耶稣 等到老的时候 再来侍奉 明天不一定永远是你的 人生很短暂 很宝贵 要抓住 现在 只有现在 托尔师太说了 只有现在才是 准确的 才是有把握的 其他都 都没有把握 有一个理法师 非常懂这个原则 他知道 明天不会是有把握的 因此他就在他的理法厅 外面写的四个字 明天免费 一堆人明天 就去看着明天免费 明天去理完头发以后 转头去看 能拿到四个字 明天免费 那你今天乖乖父亲 那是明天 You never get it 你根本 根本达到明天 抓住现在 就趁现在 不要等到我明天的时候 再来 就现在 因为明天 不会永远是你的 等到你有机会 那个时候 一次次已经过去了 挪威的文学家 Ibsen Ibsen 在他的 最后的 最后的作品 说 When we dead awaken 当死者复活的时候 他说 当我们这些 死过的人 复活的时候 会看到什么 他说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 真正活过 我们在等等浪费 结果都没有过 在抓世界上的 笼子里面的 这些世界上的贪爱 因此提醒我们 趁早来看 日光之上的神 他在救我们 他要帮助我们 他已经为你 钉死在十字架上 两千年前 已经在把 钉横的手打开来 等我们回天家 然后改变 世界上的观念 投入呢 带来永恒的角度 来看权威 超过权威 价值超过价格 知识超过智慧 投入在人间当中 见证主的爱 活出生命的侧债 你肯嘛 不要等 就像现在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年纪轻轻的时候 不要用身体来买金钱 却到老的时候 用健康来 用金钱来买健康 帮助我们 能够留着青山寨 能够趁早 把眼光放在永生神 日光之上 让你的爱 你儿子耶稣的爱 改变我们 影响我们的观念 带我们进入永生 好叫我们活着日子 更多的见证主的爱 特别因为接受耶稣的 求主的荣光 宝血就住到 愿意现在接受耶稣的人 生命当中 让您的生命 也能够跟主一样 势力复活 这样祈求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祷告 愿上帝祝福您 平安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